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来得巧不如刚刚好 哈喽老体们,我是写宝宝 今天我们出来平坏场地 这个场地,东家的要求在原油的场地上往上面提个五六十公分高 这个场地大概有150多个平面 整个场地啊,东家的要求要往上提高六十公分左右 大概啊,要差十车左右的泥巴来灰田 这个路边上有个十几米的水沟 东家啊,就去买了十几根航管回来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场地平整好了之后 再把这个航管按到这个路边上 边上这个洗衣台的水泥板 东家说,当我们把场地平整好了之后 再把这个洗衣台搭到这里 我们就先把这个水泥板给它调到一边去 那扎子的车现在还没有来 我们可以在空余时间把前面这一段沟给它清理出来 前面我们为什么要说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来得巧不如刚刚好 其实今天这个火呀 最开始我们来采点的时候 东家给我们指定了一个地方 让我们去挖它地里面的泥巴来回填这个场地 但是今天早上我们拖着挖机来干活的路上 在路上啊碰到了个同行 我们同行啊,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干活 它那里面呢也挖出来了很多泥巴 也需要拉走 刚好啊,我这里又需要泥巴 然后啊,一商量 就让它把这个泥巴拿到这里来 然后啊,这边给它们补运会 拉过来的扎子是棉砂石 挖碎了之后看着有点像土 但是又不是土 这个呀,要比那个纯土回填起来啊 效果会好很多 如果早上没有碰到同行 在那里干活的话 那我们只有在东家指定的地方去取土 这样的话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这个地方一次性堆不下十几车土 我们只有装了几车土过来之后 再把挖机弄过来 弄过来把这个地方平了 平了之后再把挖机弄过去 再过来 这样的话我们挖机来回啊 要转个三四次场 才能把这个活干完 这样啊,就挺麻烦 这个天空不做美呀 我们刚拉了两车土过来 这个天就开始下雨了 这个扎子啊,全是细面面 如果说被雨水一泡的话 就会变稀了 到时候啊,就更麻烦了 我们只有用斗背 好好的给它拍一拍 给它拍实一点 这样下点雨啊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这个雨越下越大 后面车子也不会再来了 东家就让我们把边上的 这两个航管 掉在这个口子上 想把这一段的航管先安上 这几个航管安好了 我们也只有下班了 等雨停了之后再来了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昨天我们回天的这一段路 下了雨之后 表面上啊,还有一点稀 这个呀,车子肯定是来不了了 这个边上又挤满了一坑水 这个水呀,东家在一瓢一瓢的往外面瓦 但是瓦出来的这个水呀 又全部倒到公路上了 我就让它不要瓦了 然后我用挖机给它挖出去 前面同行的挖机也在干活了 这个渣子也拉过来了 昨天我们修的这个路被雨水一泡 这个车子是上不来了 我打算把这个泡的土挖了 挖了之后把这个路啊 重新换天一下 但是我们把这个路修好了之后啊 这个车子还是倒不上来 没有办法了 只有把这个土倒到这里 我们往里面转了 老铁们,你们看 以前的这个场地表面呢 倒了一层混定土 但是这个混定土只有几公分厚 我挖了一下之后啊 下面的全部都是泥巴 就算前面这个路口车子倒上来了 但是后面这个场地 不一定呢就倒得上来 车子要是能倒上来的话 我们也能省很多事情 现在没办法了 我们只有一抖一抖的往里面挖了 东家这个场地 打上回天好了之后 马上就倒混一土硬化 为了防止这个土层啊 会往下沉 我们在回天的时候 就二十公分左右 就用履带来回地给它压一压 压不到的位置啊 我们再用斗背给它拍一拍 这样一层一层的回天起来的话 到混定土后面呢 基本上就不怕它下沉 或者是开口了 第一层的渣子回天好了 也用履带压好了 紧接着呀 我们又挖渣子 把它挖到表面 再回天个二十公分左右 第二层的渣子回天好了之后 用斗背给它哈平 哈平了之后 再用履带来回地给它压一压 回天的第二层渣子 我们压好了之后 这个高度还差接近二十公分 后面呢 还有几侧图 我们把这个图啊 再往上面加了一层 加好了之后 我们再用履带来回地给它压一压 目前为止 这个场地的高度已经够了 但是整个场地 我们前前后后啊 总共已经压了三次 整个场地大概平整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之前 回天的这个沟 给它挖通 挖通了之后 把这个航管安装好 所有航管安装好了之后 这个边上啊 还有路口接进去 我们把这一段啊 给它回天好 回天了呀 顺便把这个路 也给它整出来 之前之所以不先安装航管 也就是防止车子 来把它压坏了 紧接着我们再把整个场地 再细细地给它收一收 给它收平顺 这也是最后一道了 整个场地平整好了之后 我们再用履带 再来回地给它压一压 这也是最后一次粘压了 整个场地 150多个平面 高度60左右 回天的土啊 大概有十方左右 前前后后 我们总共碾压了四次 才把这个场地平整好 老铁们 你们说 这个场地平整好了之后 马上硬化到混地图 到时候啊 这个场地会不会下沉 或者是开口 好了兄弟们 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点赞 感谢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老铁们 想不想拥有这么一栋 独门独院的大鳖野 哈喽老铁们 我是写娃娃 之前我们帮我们这个老中学 把这个地基挖好了 然后啊 现在也开始在修了 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偏 然后这个家用电线啊 没有牵过来 之前我们这个老同学用电呢 就是在旁边邻居那里搭的火 但是老师在这邻居那里搭火啊 也不是一个事 然后我们这个老同学心意狠 然后就自己掏腰包 联系了电力公司 买了两根电杆 然后把这个主线 牵到他家门口去 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作啊 就是来帮我们这个老同学 摘两根电杆 电力公司的人 把这个位置确定好了之后 我们就用挖机 挖了一个接近三米多深的一个坑 坑挖好了啊 就把这个电杆叼过来 准备把这个电杆放下去 这个电杆是十米长 我们六龄小挖机啊 基本上刚好啊能把它叼起来 电杆放下去之后 我们先不管它震不震 我们先把这个泥巴挖下去 先给它回天好 回天好了之后 如果说感觉有点偏歪了 我们就绑个绳子啊 然后再给它拉一拉 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电杆摘好了之后 我们在这个边上的五六米处 再挖一个坑 这个坑的深度啊 跟我们前面挖的那个坑的深度差不多 但是啊要长一点 因为啊这里啊 要甩一个水泥块块下去 也就是电杆拉线 这个拉线下面呢 都会有这么一个长方形的水泥块 在下面的 然后水泥块上面又连接了一根拉杆 然后啊 我们就把这个拉杆和这个水泥块了 放到这个坑里面去 把这个水泥块放下去之后 我们再对到电杆的方向 斜着开一个大口子 口子开好了之后 就把这个拉杆斜着对到电杆 就可以了 这样啊 也是为了后面啊 好连接这个拉线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填了 回填的时候 我们最好是一层一层的回填 老同学屋前面呢 这里还有一根电杆 我们就重复刚才的动作 挖一个坑 挖好了 再把电杆放下去 放下去之后啊 再回填 回填了 再来调整 这个边上也是有一根拉线的 老铁们 你们猜一下 这两根电杆 加运会 加公司会 还要加后期搭线的电线会 所以得下来 要多少钱 我预计啊 这个全部搞下来 没个七八千 基本上是搞不定的 电杆摘好了 我们再把前面 之前堆土的位置啊 给它大概收平 收平了啊 这个上面啊 就可以种庄稼了 时间来到了 一个月之后 我们这个老同学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把这个房子的主体搞好了 现在搭的架子啊 准备做外墙 现在仰看要过年了 今天就把我们航过来 把这个前面这个场地啊 再给它平整一下 平整好了之后啊 好硬化 场地里面大概还差个三四车的渣子来回填 然后我们老同学啊 就让我们在这个路边来挖几车 这个其实不是泥巴 这个是那个轰化石 回填这个场地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头一车 车子是倒过来的 这个车子到了这个场地里面去啊 不好掉头 这一车 我们就直接把车子开过来 这样斜着装车 装好了啊 就直接到到场地里面去 就不用掉头了 这样啊 也稍微要快一点 我们总共装了四车 场地里面到了三车 然后车里面呢 又压了一车 我们先把挖机开过来 先把场地上的这个泥巴 先散开先平好 如果平完了之后还差一巴 我们再去拉就是 如果拉多了呀 到时候还是挺麻烦的 我们这老同学 把这个时间安排的挺紧凑的 前面刚把其他活干完了 眼看这个场地可以硬化了 然后就急忙忙的就喊我们来 本身这个年底啊 都有点忙 当时还看多腾了一天时间 这一天时间呢 他就把边上的这个膜自己治好了 今天我们把这个场地拼完 他明天就安排人来硬化这个混凝土了 这个场地基本上啊 就外面插一点泥巴来回田 里面这一阵呢 高度差不多 我们就不用管了 我们就这样平着给他收出来就行了 收完了之后 我们再用铝带来回的给他压一压 压了之后 今天这个活就结束了 最后老铁门来看一下 我们老同学修的这个房子怎么样 这个路口这里啊 按了一个大门 这个大门一安装了之后 整个档次啊 停止了一大截 进来之后 这个场地已经硬化好了 边上的这个罗马柱也已经搞好了 其实边上的这个罗马柱 是我们老同学自己在网上买的模具 然后自己搞好的 我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么急呢 原来是想把这个场地硬化好了 硬化好了之后啊 好把这个罗马柱搞好 搞好了也就刚好过年了 最后老铁门你们猜一下 我们老同学的这个房子 大概花了几十个W 别忘了